继续提供您有关苏力台风的最新消息 气象局指出强台苏力北偏的幅度不大 研判苏力台风的中心路径会往台湾的东北角前进 台风中心有可能会登陆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苏力台风的威力都相当强 民众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卫生署紧急应变小组今天也启动了应变机制 要求医疗运所检查紧急发电设备和油料 而观测台风的追风计划今天下午也启动了 会派小飞机从台中清泉岗机场起飞前往观测 台北市也提前二级开设应变